Hello 大家平時吃開煞蛋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黃金蛋呢? 最近小編上網看到別人教剩黃金蛋 一向有求真精神的小編 今天決定來挑戰煮黃金蛋 事不宜遲 立即開始啦 首先把雞蛋放在衣服中央 再用橡筋固定 固定完之後 就會呈現一個晴天娃娃的形狀 之後再把它捲起來 用橡筋把兩邊固定好 防止衣服鬆開 最後我們就會用力推三下 目的就是為了可以弄穿蛋黃裡面的膜 之後等到蛋黃流出來 就可以包住蛋白了 剛才做完第一個步驟之後 我們現在做的這個步驟 就是用手拿著雞蛋這樣搖 這個目的就是為了可以讓蛋黃更好 包住蛋白 但是兩隻就不會混在一起 蛋白還可以停在中心點裡 我們現在立即試一下它 鑽完隻蛋之後 我們就會用Marker射上一號和二號 再在旁邊射上A B C D 目的就是讓我們煮蛋的時候 認得轉動的方向 經歷了這麼多個步驟之後 我們終於來到最後一個步驟了 希望我們今次的黃金蛋會成功 事不宜遲立即煮蛋吧 首先把溫度調教到45度 之後就可以把雞蛋放進鍋裡 看到雞蛋慢慢放進去那一刻 真的很治癒 之後要慢慢加熱到69度 目的就是不想令到雞蛋汗這麼快爆開 期間還要記得把雞蛋不斷轉動 再加熱多20分鐘 直至85度就大功告成了 我們現在終於打工告成了 現在就驗收成果了 不知道成不成功呢 好 攤動完之後 我們現在就來擦蛋了 我們現在撕完兩隻蛋 其實是一隻成功一隻是失敗的 我們現在就看看成功的蛋裡面 切出來會不會做到我們想要的效果 好了 我們今天的實測 總算是成功的 因為可以很清楚看到 它的蛋白已經轉到中間 之後蛋黃成功包圍著蛋白 如果大家想多看我們的其他影片 記得要追蹤我們的Facebook Youtube和IG 下次再見 拜拜